今年其實都想玩的 他們都有邀請我 問我跑不跑 但這次他跑的日期 早上的時間就跟工作撞了 真的跑不到 他們說小小的10K都試一下 其實真的想嘗試 但希望下年 我就跟Alton說 下年不如一起玩 真的操練一下才找Alton 因為他始終去跑一場跑 希望下年可以試試挑戰10K 真的想玩一下 我問剛才兩位跑手 我問你們原本跑的時候 他們說都認識 你們跑的過程中 會不會聊天解悶 他說跑的時候最好就不要聊天 我想我找Alton上 也是一個心靈上的陪伴 我們就終點見了 會不會怕很多 擁著你們一起跑 我就會跟他講 女跑手就說 跑步就不能聊天 我們終點見好不好 有啊 我剛剛都有問他們 例如你們早餐會吃什麼 他們都說 盡量吃一些 跟平時早餐吃開的東西 因為忽然間你轉了的話 你怕腸胃適應不到 我也有問過他這些細節 例如 剛剛問跑的時候 是否聊天 或者是怎樣 他就說最重要是保留這個體力 調節好過呼吸 我覺得 其實也是一個挺有趣的活動 還有很有意義 其實他都沒有這個 他都戒了這個 是以前他真的比賽的時候 造星一決賽才會這樣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方法 沒有PT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大家都覺得 那時候之後大家都覺得 不行了 真的要吃東西 因為始終我們要唱歌跳舞 不可以無力 他這次的雲島 真的跟他沒有吃東西 是因為這段時間他要拍戲 加上他這段時間的工作 他都是在早上 拍戲就差不多拍到早上 他休息時間不夠 所以才會 睡覺的時間不夠 才會發生這個情況 錄新歌 接下來也會新推出 還有 接下來會拍一個新的 屬於什麼節目呢 一個新的飲食節目 他屬於 接下來也會開拍的 因為飲食加中藝 就是這樣 歌曲正在錄 劇劇還沒有 都想嘗試一下 進入這個領域 剛好有個朋友跟我一起合 兩個一起合 因為我們會 除了做衣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玩玩具 接下來會做一些自己的玩具 其實是 單純是自己開心 為先 希望大家喜歡